这条就要sort 0.64的x次方加0.8的x加1次方减0.2大过0 那怎么做呢? 你首先要留意到 这个0.64和0.8之下的关系 就是把0.8square变成0.64 所以我们就会把0.64直接变成0.8square 然后这里你看到0.8的x加1次方 我们就把它拆成0.8的1次方 乘0.8的x次方 然后减0.2大过0 好了 0.8的square在这里 x次方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square和x次方调位 就变成0.8的x次方 再square 加0.8乘0.8的x次方 减0.2大过0 这里你就会看到有少少像u square 加0.8u 加0.8u 减0.2大过0 其实就像这个 典型quadratic inequality 那怎么做下去呢? 我们就可以把全式 都乘5 全式乘5 因为0.8可以写作4 over 5 而0.2可以写作1 over 5 好了 我们就可以全式乘5 就变成5 5乘0.8x的bracket square 加4 加4 乘0.8x 再减1 就大过0 这边就像在做这个 全式乘5 就变成5u square 加4u 减1 大过0 然后我们就可以factorize 就变成0.8x次方 加1 乘5 乘5 乘0.8x次方 减1 大过0 感觉有少少像 就是把5u square 加4u 减1 这里就factorize 比较有 effectively U加1 乘8 y u-1 分别就是cfactorize 和cfactorize 拼為什麼 分比 帖像 跟你分析 或者生存 最终 以此 负不同式 這個墊則是大於0 所以這塊0.8的x次方 就是小於負1 或者0.8的x次方 就是大於5分1 留下這邊 這個exponential function 0.8的x次方 它不會負數 所以這邊可以直接reject 到我們要處理0.8的x次方 大於5分1 我們就留意一下 0.8的x次方大於5分1 即是0.2 那我們就可以放大這裡看 兩邊ticklock 大於lock0.2 然後這裡的x就可以扯下來了 變成x乘lock0.8 大於lock0.2 好 留意了下一步 將lock0.8扔過去除的時候 不等式的墊順要反轉 為什麼呢 因為lock0.8是負數來的 OK lock0.8是小於0 所以當你們兩邊除負數的時候 不等式的墊順要轉一下 最後就是x小於7.21257多 那你拿回3式幣就小於7.21 3式幣 這樣整個數就做完了